这个储存格里面 帮我填资料 然后我先只要 这个第一 第一栏 就是从这边照前孙礼往下排 那这个地方我要怎么跟那个 这个这个 Excel跟他沟通 你要告诉他说 这个的位置 特别注意呢 储存格的 名称 在Excel里面呢 他有 一个专有名称叫Sales Sales加S Sales 刮符之后的话 他会出现什么 Rawindex Rawindex的意思是说 请问一下 你要叫我帮你做事情的那一个 储存格的定位点在哪里 那这个Raw应该是第几列呢 第 四列吧 对不对 第四列 然后Do点 后面的话 我要的是 4到 那应该第几栏呢 第 2 B栏的话是第2栏 所以这边的话 4 这个 Rawindex 后面的话 等于 那等于什么东西 特别注意就是你要给他一个 他要的一个内容 一个内容 那我们要怎么样取得里面的内容 有几个方法 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的话 点一下 点 点 这个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我今天 你可以在后面的点点一下桌的话 给他一个叫 Formula 他的公式 Formula 然后后面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我们可以给他一个 这个地方后面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 Mid的公式打上去 比如说呢我今天后面的公式是 就刚刚那一串 我们可以是 原则上一样是A1 根据A1的储存格来的 然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逗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取得的是 哪个定位呢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 在后面再串接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 里面这个值 I等于1到8将来会改变的 也就是说我跑回来的时候这个I的值会改变 然后呢 我今天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 空白 M的串接 那为什么要串接 因为变数呢不能够 直接跟里面的这个字串 做连接 那这个是VBA一个 比较特殊的用法 就是你要跟变数串接的话 必须要空白加上一个AND 再加上一个空白之后再加上一个I 好